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之間的媒體戰 又再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今天美國政府正式勒令 要求鳳凰衛視旗下的一家電台 要在48小時之內馬上停播 而且還將四家中國官方媒體列作為外交市團 對於這些官媒旗下的駐美國人員 施加了一些新的限制 我們首先去看看 到底為何鳳凰衛視旗下的一家電台 會遭到美國方面的停播 實情這個決定就是由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 FCC作出 他們就勒令一家位於墨西哥的電台 要在48小時之內 停止向南加州播送華語的節目 大家聽到都覺得奇怪了 為何墨西哥電台會播華語呢 根據FCC所說 這家電台根本上 就是由中國鳳凰衛視全資擁有的鳳凰電台來使用 但是當這家電台 向FCC提出申請的時候 並沒有申報到 他們那家公司擁有中國政府的背景 故此現在就決定了 要拒絕他們繼續進行廣播 FCC指揭 這家電台的持有人 是試圖隱瞞鳳凰衛視主要的參與者 而且所播放的普通話節目內容 根本上是由鳳凰衛視在美國總部製作的 然後通過網絡 將節目傳送到墨西哥電台發射塔那裡 向美國南加州區域進行廣播 雖然這家電台日後還可以重新提交申請 但是由於公眾 出於對鳳凰衛視有協助中共宣傳的憂慮 因此這個申請很大機會再次被拒絕 這家電台實情在2018年的時候 就是被一家叫做紅衛資本的公司收購了 這個電台的位置距離美國和墨西哥的邊界 就只有大約16公里而已 而且廣播塔最大的功率 比起洛杉磯地區最強的華語電台功率 是強三倍又多的 相信電台的訊號可以覆蓋整個南加州的區域 觸及超過60萬個美國華人所住的地方 這家位於墨西哥的電台 在被收購以前本來就是採用西班牙語進行廣播 但是當完成收購以後 就變成了一家普通話的電台 對於FCC作出的這個決定 美國參議員Ted Cruz就說 完全贊同他們的做法 認為這樣是對於中國政府發出了一個清楚的訊息 表明美國不會再容許中方利用美方的大氣電波進行官方宣傳 他就形容這個舉措等同於對抗中共 試圖控制美國人所見所聽所想的重要一步 FCC就指控這一家位於墨西哥的電台 在進行申報的時候就沒有說明 原來鳳凰衛視在他們那裡的參與程度是這麼高的 而且是具有中國政府的背景的 實情鳳凰衛視一向都是善於來隱藏自己這個 中國半官方媒體的色彩 他們在白宮記者會之上的記者王右右 當被特朗普問到他 究竟你來自哪裡的時候 他就猛答是來自香港 實情無論是那個記者 還是這家媒體 根本上就是具有濃厚的中國政府色彩 究竟那些資金來源是什麼人呢? 究竟老闆是什麼背景呢?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查出來的 當然在那一刻就可以蒙運過關 特朗普不理會這些細小事 但是在那一趟之後 鳳凰衛視就已經露了餡 所以在往後 他們都很難再去嘗試去除他們濃厚的官方色彩 而且這次的舉掃 對於中國的大外宣來說 是屬於破功的 在09年的時候 中國就斥了巨資450億人民幣 就走去各地搞這些大外宣 其中一個項目肯定就包括了這家墨西哥的電台 好了 本來FCC就規定了 所有美國境內的電台 外國人持有的股份是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 故此使得鳳凰衛視就不能夠在美國境內 全資來買一家電台 而且FCC還規定了 說在美國進行廣播的電台 就不能夠幫外國政府進行官方的宣傳 好了 後來鳳凰就在墨西哥買了一家西班牙語的電台 無非就是要買他們的硬件 當買完之後 我相信本身在這家電台任職的人 都是拜拜的了 因為現在換了他們的原班人馬 進行華語廣播了 本來這個計劃都好像天衣無縫 在墨西哥那時候發射電台的訊號 然後可以打進南加州和洛杉基的華語市場 只不過現在FCC一出手 這個計劃馬上就遭到粉碎了 實情大陸非常鍾情於傳統媒體 不管是電視台、電台、報紙 甚少是觸及網絡的媒介 但現在大家看到 在台灣和香港陸續都有建制派自己捧出來的KOL 現在你說在美國方面有沒有 暫時未見到有 反正住在海外的華語KOL 對於中國來說 多數都是持有批判的態度 除了鳳凰衛視旗下這家電台 遭到禁止播放以外 同一日 美國政府也將四家中國官方媒體 分別是中央電視台、中國新聞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 列為外國市團 被美國政府視為中國政府的一部分 這四家電台從此需要向美國國務院提供他們駐美國員工的名單 以及這些員工在美國租任或者持有的房地產清單 即是說這幾家官媒或者員工所持有的美國不動產 全部都要告訴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就說 這個判定並非基於上述媒體的報導內容 而是出於他們機構本身的性質 因為他們根本上不是新聞媒體 而是中國共產黨的工具 而美國助理國務卿史迪威就說 將這四家官方媒體列作外國市團 無非都是想清理門戶 因為他們在打掃之前 都沒有怎麼留意到原來整地都是碎玻璃 或者這樣來形容這些官媒 他就說 這樣的判定是不會影響這些機構的記者 正規的新聞報導活動 也不會干涉他們的出版內容 美國就不掌握這幾家機構 目前在美國駐美人員的數目 我也相信美國政府就不會這麼有空 去干預這些中國官媒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 若然他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肯定也會遭到這些官媒的爆料 那他怎麼會這麼愚蠢呢? 最多就在批給這些駐美國人員的簽證上 或者他們在美國的申報利益上 是加多少的留難 就斷然不會干預他們報導內容 如果是干預得到 晨早就可以阻截很多所謂的fake news 好了 至於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就有什麼回應呢? 他一收到消息以後 馬上就在微博那裡大發雷霆 他就說 美國國務院宣布了 再將中國中央電視台 中新社 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 四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 列為外國市團 老胡想說的是 這個是非常荒唐的決定 中美關係緊張 以至於環球時報這麼市場化的媒體都受到波及 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美國正在失去自信和包容 這個國家 亂了大龍 實請環球時報是怎麼市場化的媒體呢? 始終來說 你都不能夠作出半點的批判 是關於中國政府的 最多都只是在一些非常細小的議題 比如說食物安全的議題上 批判一些地方的官員 永遠不會上到國家級的領導人 而且永遠不會從政治改革的角度 作出任何的批判 到底這個是市場化到哪裏去呢? 而且胡錫進還說 美國現在失去了自信和包容 整個國家亂了 但是從美國的角度來說 就不是這樣看 史迪威也說這個是清理門戶舉動 就是說現在要撥亂反正 至於在整個中美媒體戰當中 美國記者遭到大陸方面的驅逐 是比起大陸官媒的記者 在美國受到多少的限制嚴重得多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記者 全部都是民營媒體 全部不是官方媒體 而且美國的民辦媒體 是不會有言論和新聞的審查的 故此很多外媒駐大陸的記者 往往都會採訪到一些很有價值的新聞 而且作出一些很有深度的調查報道 至於大陸駐美國的記者 到底他有沒有自由意志呢? 當他採訪到一些消息回來以後 能不能全部都如實報道呢? 還是仍然有審稿的情況呢? 所以在這個新聞價值方面 美國記者被驅逐 就是損失的程度是比較多的 不過現在也沒所謂了 當中美媒體戰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就好像李一拳他一腳這樣 反正就是互相反制的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